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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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在演讲 也是畅销书作家 相信喜爱健康的朋友对他一定都不陌生 他的著作我们都拜读了又拜读 不过在看他的书的过程当中才知道 现年已经七十多岁的他 原来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就罹患了癌症 就像你前面讲的 肺癌第三期 肺癌第三期 那他是怎么克服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好好研究一下 向博士请教一下 当然他的方法 恐怕真的非常养生 我最羡慕他的是 每天要喝六杯果汁 应该蛮幸福的 应该是吧 看他容光焕发 可见是有效 当然他的方法 不只这一种 好多种 十八般五亿全部都要上场 等一下一一的帮我们来介绍 节目一开始潘老师告诉我们 今天的保健室电子报 保健室在这一阵子 经常讲到小朋友的泌尿道感染 记得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 当小孩子有不明原因的发烧的时候 美国儿科医学会都要求医生 必须做尿液的检查 跟血液的检查 来确定他是不是有泌尿道的感染 所以你就知道说 小朋友泌尿道感染 其实他的频繁程度 是仅次于感冒的 那么在芬兰的欧乌鲁大学的 附设医院萨洛医师 他就特别做了一个研究说 很多爸爸妈妈担心小朋友 小的时候泌尿道感染之后 会造成后续长大之后 肾脏的问题会陆续的产生 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这个萨洛医生 做了这个研究来告诉大家说 经过他详细的研究发现 父母不要再担心了 小朋友虽然在小的时候 有泌尿道感染 但不会造成日后肾脏方面 疾病的这个几率的增加 那么这边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 就是说泌尿道感染是儿童最常见的 这个细菌性的感染 那大家当时的担心就是说 因为感染之后 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肾脏的发炎 或者结巴 那么这些发炎跟结巴 会不会造成日后肾脏的功能受损 早期我们是很担心的 不过这一次的萨洛医师 他分析了1576位 慢性肾脏病患的资料 那么去追溯他小时候 有没有泌尿道的感染 那么他看到了以后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所有的这个成年人的肾脏疾病的病患里面 他小时候有泌尿感染的人只有13位 也就是说显然刚刚讲过 他的泌尿道感染跟感冒一样的频繁的话 那应该很多人都会得到泌尿道感染 结果真正变成肾脏病的 跟他儿童时期有没有得到泌尿道的 这样的一个感染 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不过萨洛医师也特别提到 我们上次也讲到 小朋友如果说有不明原因的发烧的话 那么已经要建议要做所谓的尿液的筛检 那如果说尿液筛检 一发现说 这个小朋友确实得到泌尿道感染的话 那么萨洛医师也建议说 如果这是第一次发现你的小朋友 得到泌尿道感染的 那么他建议要进一步做影像学的检查 包括肾脏超音波检查 排尿性的膀胱尿道摄影 跟静脉注射剩余摄影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发现说是 小朋友如果泌尿道 这个所谓的结构性的异常 是很容易导致 泌尿道感染的一个原因 那如果说 你不做这个所谓的进一步的检查 你就不晓得说 你的这个感染 到底是不是因为结构异常而造成的 你可以看到这张手板 我们正常的人 有的人担心说 我憋尿憋久了 膀胱很脏 这个尿液会不会逆流回到肾脏呢 正常来讲是不会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结构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留下口宽 到这边就非常的窄 这个肌肉是封住的 所以一般人的尿液 要从膀胱回几回肾脏的几率 几乎是零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张图的 这个所谓的先天性结构异常 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的尿道 跟膀胱的结构这么宽大 所以因此当膀胱有尿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 他就很容易回击 进入肾脏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显著的 一个结构性异常 那么当小朋友第一次造成的时候 造成所谓的密尿道感染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要很注意 就是说 他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且如果他有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结构性的异常的话 那么在密尿外科的医生 也建议就是说 你严重的 比如说重度的膀胱疏尿管逆流 或者密尿道阻塞的话 那就必须要尽早接受 接受这个外科手术的治疗 以免造成肾脏的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永久性的伤害 就是说这颗肾脏就没有了 那么假者是轻度的膀胱疏尿管逆流 或单纯性的轻微的肾脏积水的话 那么其实医生在第一次 发现结构异常之后 他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了解到这个结构异常 可以使用这个预防性的抗生素 而且做定期的追踪检查 这样对小朋友来讲 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小朋友有密尿道感染 第一次的话 应该要了解 是不是有结构性的异常 那如果没有的话 也不必担心 日后会造成肾脏的病变 欢迎回到 午期健康同学会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五一室的时候 大家还在那边比一比说 在场哪一位的皮肤是最好的 皮肤我觉得五一室的皮肤最好 对啊 闪闪发亮对不对 眼上一点几乎是没什么皱纹 然后呢 我觉得我看起来我比他还老 除了头发 然后精神状态 头发颜色有一些不一样之外 头发有最染的 人家多自染 对啊 对不对 可见他的方法可能是蛮好的 可是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他在应该是三十岁的时候 对 就得了癌症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么实际在三十岁之前呢 我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OK 那么应该是工作的压力 什么工作呢 工作的压力 当时是什么工作呢 就是在病人方面 看医生 就是医生嘛 对 病人方面太多 医院宣定你要多少时间 要看一个病 这种压力 那么加起了 吃方面吃不对 当时我们在学校 是没有读这个营养学的 对 一点钟都没有的 每一小时都没有 那所以我们也不懂得 只是知道要 这个营养就是要大鱼大肉 才是营养 对 有蛋白质 是 那么所以我们就这样吃出 这个病来了 这个病来了 那当时你是去给医生检查 医生说是什么病 是 那么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症状 也没有什么咳嗽 世界类的问题 那么是就有一天 是在洗澡的时候 后来一下就有水尸 那么所有的也来了 有水尸 那么也没什么 不过那这个时候就去验一下 那一下就发现是有癌 而且是感染的 看在这个镜上 X光下面是看到有两页 右边的有两页 已经有癌了 肺癌 肺癌 第几期呢 那么 以人感染两个月 他们就算是第三期的末期 之前都没有任何症状 没有任何症 就咳了一点血 然后他就说第三期 那么唯一的症状就是说很疲劳 很疲倦 那么疲劳疲倦 我们就认为工作太多的关系 那所以我们玩完这个就是讲说工作太多的关系 那就是这样而已 那么后来我们就医生就既然是癌 那么我自己也会吃了很多的这个很新的药物 就是抗生素 对 这个阿特利亚美心 这种完成这些抗生素 来都无效 那么最后的时候 肿瘤科医生就决定说 最好商量说 开刀割掉 那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那么可是我跟他讲说 万一如果是照经是两页 如果万一是有真的扩散到别的话 那你千万不要跟我合回起来 这是我唯一交代下的 那结果就在那个时候 打了麻醉药打开 那么发现原来是扩散 扩散到三月 三月也有 这个肝也有 那么还有这个有形象到大肠 那么所以宣布是说和冯起来说是没有办法还 只有两个月的命 只能够活两个月 那么当时就医生 就是肿瘤科医生说 老吴你要不要活长一些时间 活长一点谁不想 那时候才三十岁 那么如果你想活推奖 那就做化疗吧 对 那么我问他 那人活多久 他说不知道 不过恐惧上也可以活多四个月 就两个月变四个月 多做四个月做化疗 六个月 六个月 那我说活多四个月 如果四年的话 我倒会考虑 考虑看看 四个月 那么进出进出治疗 那么等于没有一个品质 生活的品质 那我说我就免了 这样 那所以就拒绝化疗了 就没有做 拒绝化疗了 那么是以当时我自己个人的决定 对 那么现在科技的医学的发达 那可能在发疗上面 也有很好的成果 也不一定 这是您自己的决定 是 那我就决定不做了 那剩两个月 那你要做什么 两个月就决定不做 那可是很不甘心 对啊 只有三十岁 对 是吗 那么因为我是基督徒 那么我常常会记住神的话语 那么所以我说 神不是讲过吗 人可以活一百二十岁的 那所以我拿起圣经来 就求神 我说神要跪下来 我说神啊 你是跟我讲说是人 就是圣灵不能够永久 在你的身体上 可是你还能活一百二十岁 我说你的话是永远不骗人的 永远是坚实的 OK 讲的话是算数的 那我现在只有三十岁 对啊 那到底你怎么 什么方法要 我知道你是真实 你一定会给我活一百二十岁 那结果呢 我拿着圣经这样就留下来 那么打开来就是创世篇第一章 创世记 二十九节觉得真的是有个食谱 有食谱 创世记里面有食谱 有个食谱 就是说他就是神跟阿当讲话 就是神在跟我讲话一样 对吧 你看 你地面上的一切蔬菜 五五杂量之类 和地面上有种子的蔬菜 和树上有种子的水果 就是你的食物 有这么一句 那么我读来读去呢 我有点自己也觉得有点不明白 蔬菜水果 这些是没有营养的 要大鱼大肉才有营养的 是吗 这是我们当时的知识 当时的知识 那所以 四十年前 那所以我就也是有惊杂了几天 可是后来才发现到 当时神的这道食谱 活得九百三十四岁 没有病痛的回到天国 这样我呢 神跟我讲是能够活一百二十岁 我只要跟着食谱能够活一百二十岁 那么吃的时候呢 哇 卸肚子也卸得很厉害 从蛋大肉变成蔬菜水果就卸肚子 是 那当时没有蔬菜水果 当时只是吃 没有 只是吃蔬菜水果 没有打吃什么 没有打吃 因为那时候 吴博士还没有去学营养 对不对 还没有转自 我觉得当时我们现在是后见之明 现在非常流行打蔬果汁 但是当时可能 当时没有 当时它流行的主流观念 可能还是吃大鱼大鱼 对 我们还是吃地面上的蔬菜 就是全生的 和水果 蔬菜水果就是酸的 还没有熟的 这样吃法 那您就吃了两个月 没有 吃了六个月 六个月 吃了六个月 那吃了六个月以后呢 就觉得经历越来越好 睡眠又好 那么有信心 有信心 那在有信心的期间 在所有的蔬菜里面 我样样都吃 对 各种各样的蔬菜都吃 可是神特别 在一个鱼箱上面给我看到的 西洋菜 西洋菜 西洋菜长得怎么样 西洋菜就长这一样 水果汁 英文叫水果汁 西洋菜 那么特别在这里摇摇动动 我就说 神在叫我要多吃这个 西洋菜 他好像在梦境里面 西洋菜 结果我吃下去 好苦 那么当时很不愿意吃 可是既然神有一项 叫我吃这个 所以我就特别吃多一点 多吃了西洋菜 多三个月以后 精力百倍 厌一下 还什么都不见了 所以那个医生当时说 老吴 你怎么还在 对 我在想那时候 你是什么特别的妙子 没有 我在想那时候 应该是要叫小吴才对 那才三十岁 那才是小吴 所以换句话说 您的饮食习惯改变了 对 所以造成了 这个本来都 癌细胞都扩散了 三个月 然后医生宣布说 你只能再活 三四个月 两个月 一共活半年 半年以后就拜拜 对 这样子 然后结果经过这样的改变 结果真的就好起来了 对 那到现在都没有再复发 那么我到现在 像是到现在七十几岁 对 四十几年 我都没有一场大病过 没有大病 小病好像肺的 虽然是全部好了 偶尔也会感冒 那可是呢 一两天就会好掉 那我们今天大家要 不厌其烦的这个蛙蛙蛙 要了解这个吴博士到底 他采取什么方法 让他的癌细胞 几乎都没有了 对 而且这么多年来 对 来我们看他的生活处方 好我们来看看 他那个生活处方 那第一个呢 我们看看是多喝水 一般人却是常喝错水 多喝水这个很简单 对啊 那要怎么喝 这个喝水呢 人体的水分有百分之七十的水分 但是现在的人呢 人体内的水分 却只有百分之六十到六十五 所以使得身体内的每个细胞 都有缺水的状况 没有足够的水分 细胞是无法排毒的 甚至呢 会使癌细胞死亡 那咖啡茶跟其他的饮品呢 都无法取代水 你喝一杯水 喝一杯咖啡 你要消耗体内三杯水的除量 喝一杯茶呢 要用到两杯的水 才能够化解咖啡因的毒素 那喝一杯汽水呢 跟红酒呢 那更多了 要消耗体内六杯的水 所以就说那水是最好的饮料 吴医师所以您不喝咖啡 不喝茶 对 那么咖啡的茶呢 我都不喝的 不喝的 都不喝 我一家都是喝水 用水来净化身体 每天我都喝六杯到八杯 冰水你喝吗 冰的水喝吗 尽量也不喝冰的 因为如果我们喝冰的水呢 那么我们进了胃里面呢 要用到身体的热仁 给它温回来 才能够清清 所以您喝最多的是温开水 温开水 对 而且室温 室温的开水 潘老师这个吴博士讲的 也就是您平常讲的 我已经大概幾十年来都不喝冰水了 对 你看这两个 所以我看潘老师 可能也会活到一百二十四 不会 我的基因比较差 你们基因比较好 没有 潘老师的身体是微减的 因为冰水要用到你身体的能量 去温起来 那么变成了 如果喝冰水的时候呢 会比较容易疲劳 那如果这边 那是 这边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任何一个人 在健康的时候 就应该要养生 就说在健康的时候 就应该要学吴老师 吴博士这样的养生法 对 千万不要是呢 在健康的时候呢 不养生 等到生病的时候呢 才想要用吴老师的这个 这个方法来养生 这个不对 所以我第一个要先强调 这套养生办法 是你在现在 现在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非常健康的时候 就应该要做 那如果说 你一旦不幸生病了 那当然 我们也曾经讲过呢 这个改变生活的方式 跟正常的一些起居饮食 都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接受正规的治疗 对 所以就是正规的治疗 加上所谓的养生 养生 所以简单讲 我再强调一遍 你现在很健康的人 就要开始养生了 对 不要等到生病 才要来养生 等到你生病的时候 想要养生呢 还是要接受正统的治疗 然后再加上养生 没错 因为吴博士他的经历 是四十年前了 对 四十年以来 这个医学应该进步不少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喝水上面 吴博士还有很多的学问 对 倒是他有很多 他个人的一些健康养生方法 我们刚刚讲多喝水 其实喝水有学过 我们从这边到来 再请教吴博士 第一个包括进化水 他残留细菌跟化学物质 那是不是这个安全水 可能有些存疑 那矿泉水可能大家熟悉 可能会不会让我们的细胞 提早这个衰老死亡 那逆渗透过滤水 大家也比较熟悉 比进化水矿泉水 是不是安全 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菌 杂物跟毒素 那简化水 他不是有一些碱性水吗 对不对 他有可能会导致 是不是消化不良 人说这个分子到底细还是粗 不知道 那蒸馏水呢 一天喝八杯可以进化血液 所以吴博士 我们就要问您 所以这个进化水 矿泉水 逆渗透水 简化水 您都不推荐 这些呢 这些水 我们都可以叫做好水 好水 这些是好的 好水 还是叫做好水 因为它已经进化过了 那么我们身体上的六十兆的这个细胞 都需要好水 才能够保持它的生活 可是在排毒方面呢 你还是要用到蒸馏水 因为蒸馏水就是 它已经将这个水里面的这个病原 病原存留在下面 它蒸馏再上去 蒸馏再活过来 那所以它将这个病毒 这些东西全部排在下面 所以这个蒸馏水是最好的水 全部都是好水 不过这个是比较好 但那个更好也好 他个人都会觉得好上加好 那这里面我们比较常喝的 因为工商业的社会 矿泉水是我们喝很多的 那您也不建议喝矿泉水 说恐怕会使我们细胞提早衰老死亡 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个是在米国的农业部 农业部的一项研究 他研究了好多年的时间 那么他报告出来 他说常喝就是天天 一个升级有吃到五次以上的 叫做常喝 这个矿泉水的人 他们发现有百分七十五的人 会早死 提早的死亡 真的啊 我们每天喝怎么办 对 我们每天几乎都会有一罐 对 所以你们要下架 我们要改为蒸馏水 所以吴博士明的选择 你个人的选择就是你不喝矿泉水 对 因为杨林他的 我有看他整个报告 是因为这个矿泉水里面的矿物植物 这个体积太大 我们的细胞 每个细胞的孔 这个结束孔太小 那就等于好像我们一个孔 那么是小小的 我们拿一个大苹果 那么放在这里来吃 我们吃不掉 那么我们用一个小面积的苹果 我们可咬得睡 同样的理由 那我们的蔬菜水果里面 也有很多矿物质 为什么那个我们能吸收 那水 矿泉水里面的 就是 因为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矿物质 就是活性的矿物质 那活性的矿物质是 这个植物里面本身能够吸收了 所以它的细胞 植物的细胞跟我们的细胞 一样的大小 所以它们的孔跟我们的一样大小 食物能够吸收的 我们动物的也可以吸收 我们人类也可以吸收的 那所谓能够吸收精气的 就能够活化这个细胞 产生这个电磷 那么有电磷的细胞 会活跃起来 能够排毒 潘老师你也赞同这个吴博士 他的这些讲法 喝水这些是好水 但是呢 没有那个好 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 就是说 因为现在市售的矿泉水 有些是经过国家检验合格的 对 所以那因为我们早期的矿泉水 确实是 如果说没有经过这个检验合格的话 那他确实会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他可能有非常多的细菌在里面 你想想看 你到深山去拿那个水 人家在上面 人家在上面 如果有死动物 死死死死死死狗的话 他这些细菌就可能进来 所以当时吃这个矿泉 不安全 另外在矿泉水以后 他有很多机会经过那个麦 麦矿 那麦矿如果是有很多特别的这个麦的话 他有很多重金属在里面 那这时候你可能吃到一些有毒重金属 那再加上可能有人乱丢垃圾 什么的 他也有可能很多有毒物质 所以早期如果的矿泉水 没有经过国家检测标准的时候 他确实有刚刚讲的那些问题 但现在你会发现说 在非常多超商卖矿泉水的时候 他有很多是有国家检测标准 比如说像从法国进口的 他们也有法国的国家检测标准 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讲水的时候 也特别有讲过一集就是矿泉水 他的认证的标准 他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我想我们这边可能提到的是一个 就是说是没有经过很严格检验 或者是这个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我也在路边看到 有的人就拿那个水车 就接那个三泉水 我也有看过 所以这也要很小心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说 其实以我个人来讲 我长期都相信中华民国的自来水场 自来水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自来水场 其实是非常干净的 我再重申一遍 那如果说你担心说 送到你家的这个水不干净的话 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就是在水表前 因为在水表前是算自来水场的 水表后是算我的 对 在水表前的水呢 你可以叫自来水场来取水 然后呢水表后在你家那个水龙头出来的水 取两个水就可以检测说呢 告诉你说到底是自来水场送来的水合不合格 跟从你们家水龙头出来的水合不合格 假设这两个有落差的话呢 通常你要改善你家的管线 管线 但如果两个落差是完全一样的话呢 那你就不用担心 就像我烧开水喝就可以了 对 但如果说是在水表前的那个水就不好的话呢 那你可以把那个自来水场叫来打屁股 因为他应该有责任也有义务 要在水表前的水提供你 是完全没有任何东西的 不过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净化水 其实净化水就是我们自来水场的水 因为我们自来水场取水之后 会经过净化池净化净水场 净化净水场之后才送出来 那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标准 对于水质的这个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因为这个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命脉的来源 所以因此呢 他都定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不过我也同意就是说呢 有些的污染可能目前并没有测到 这个也是有的人在担心的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对于水质的要求 比如像重金属 有毒物质 细菌 这些都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提供一个 就是澄清 干净 无涩 无沉淀 无味道的这个水 现在我们是做到了 但你说这里面 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化学物质 这恐怕是没有人会敢保证的 其他的除了蒸溜水之外 其他的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喝 这四个水我们要选择哪个水 会比较方便 如果这个之外 那其他的是不是也可以选 常说逆渗透是不是可以呢 其他的水都可以喝 可是你好像减性水 你一定要买一个机器来做 是吧 那么所以还是要花一些钱的 你要健康一定要花一些钱 你要精力水也是要买一个机器 你可以买一个机器 你未必可以就买一个什么 可是这个蒸溜水的机呢 便宜过其他的减性水机 所以吴博士说也有这个蒸溜机 也有什么蒸溜机 你都没有听吴博士一开始讲 是这样 对 这些都是好水 好水 对 不是坏水 这些都是好水 但是他个人选择是蒸溜水 他心目中的好水是更好的 那吴博士那你喝水的方式是怎么样 你一天是怎么喝的 那一早起来 我会先喝500cc温的好水 然后加四分之一的海盐 加盐巴 海盐 那然后一小口一小口一小口的 慢慢慢慢的喝 大概一百到三百口这样 跟仙人喝水一样 不能喝 不能喝 因为很多时间 找起来就趕快先猛灌两杯 我们慢慢的这样喝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慢慢的喝 第一部分是将我们胃里面的 前碗上面的生下的产渣 是清毒 那我们在这样 常常我们这样做的话 我们再跟人讲话的口味就会太重 人家就不会有社交上的问题 那么第二部分生下的干净 生下来我们慢慢的喝 这个海盐就会刺激起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就是淋巴 淋巴系统的功能 所以这个这样的喝 等于这个稍微海洋的温水 它会净化淋巴系统 那么我们三分之二的淋巴细胞 都是在大肠 那所以我们这样喝下去 我们等于在净化这个大肠 净化跟启动 但是海盐有矿物质 是啊 海洋的矿物质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部分 来摄取一些矿物质 是啊 这些好的矿物质 它的分子的部分 就像刚刚吴博士讲的 有没有 就可能是比较符合 我们那样子的一个体系吧 对 精神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好 吴博士他有说要大家做 自己的健康主人翁 就刚刚潘老师讲 你要现在就赶快来养生了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他的生活的健康处方式 刚刚有提到六杯蔬果汁 来改善我们的新陈蛋泄 所以是六杯蔬果汁 那今天吴博士 有带来一种蔬果汁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 摆得这样琳琅满目 我觉得大自然好神奇 我们的颜色好漂亮 我们第一次看过这种 红黄绿白 全部都有的 上帝只过讲两种 一个地上 一个树上 你看你可以摆这么多种颜色 对 彩色色 我们来看看吴博士 今天带给我们的是 消除脂肪肝的活力蔬果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食材有什么 那包括了番茄 红萝卜 甜菜跟西洋芹 芦笋 奇异果 葡萄 或各种梅类 枸杞子和杏水 再加上两片姜 一小匙的姜黄粉 两小匙的亚麻籽 跟四小匙的芝麻 巴西利 香菜 迷迭香 那你看一下 在饮用的时候 有一些时机大家注意一下 空腹状态喝是最好的 餐浅一小时的时候 喝蔬果汁 最能够让我们身体吸收 它营养跟植化素 那六杯蔬果汁的分配时间 早上两杯当早餐 午晚餐前一小时 也可以喝一到两杯 下午也可以补充一到两杯 所以六杯是这样分配的 了解 这大家才记得 好 那打出来是什么样子呢 请吴博士帮我们示范一下 第一 要将这些软的放在底下 软的 软的放底下 这样才不会打坏那个刀 那固刀啦 我想说软的放底下是 有没有特殊一些营养成分的关系 这是美丽的助手瑞玲帮忙一下 好 没有这里 这是软的先摆下面 你现在有番茄 有 我们刚丢了蓝莓 蜆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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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草莓 因为都现在很当季的东西 是 然后有一个很妙是芦笋 我们很少 芦笋汁我们常喝 可是新鲜的芦笋我们倒 跟水果打在一起 对 这个就是亚麻籽跟芝麻籽 芝麻 芝麻 这些东西是材料 那么这些是要提供这个必须的油酸 那这个就在第二层 对 那这个呢 那么我们还要加一些黄姜粉 黄姜粉 黄姜粉 还有这个小茴香粉 还有这个绿藻片 绿藻片 还有这个辅莓素 辅莓素它是胶囊的 可是因为它是草莓做的 蕉囊的 蕉囊 所以不用怕 所以就直接打在那里面 对 刚才伯伯说打进去 没关系 通通把它倒进去 对 辅莓素 对 所以它那个蕉囊没有关系 因为它说是草莓做的 然后还有把刚才的这个姜 姜片放进去 然后这个是迷迭香 对不对 这个迷迭香 迷迭香也放进去 那这个呢 那这些是香菜 香菜 香菜放进去 那这个呢 还有这些是羊香菜 就是巴西里 因为这个叫巴西里 所以大吃牛排说不要丢掉 对 都举起来 对 每次我觉得 这到底是什么 对 好 所以看那个绿的在这上面 对 好 然后还有最后一排这个 还有最重要的三宝 那么就是甜菜跟 红萝卜 番茄 还有这个西芹 这个不是装饰 为什么 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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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没有 对 原来还有秘方 这绝对不是装饰品 为什么要打蒲公英 蒲公英它有什么效能 可以这样咬 可是咬不去植物生化素 我是说 它有什么功效 它有什么营养呢 它的功效就是能够将 将这个肝清毒出来 再清肝 那么能够使这个肝 能够死亡的细胞 恢复正常的细胞 这么厉害喔 所以吴博士 您这一堆东西 不是乱加的 不是有一个道理 对 蔬果汁人家说 不是 我要加什么 对啊 就想说蔬果汁好 那我每天就随便打六杯 不是 不是 这里面加起来是二十几 三十种的食材料 那这份量这么多 因为我们人多嘛 对 所以不是这样整个放满的话 大概就是可以打出六杯 就对 打出 是 这就满满 打出来呢 我们说蔬果汁 实在不是蔬果汁 是差不多蔬果酱了 酱 那所以我们不能这样喝的 我们要用吸管吗 要用吸管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点稠 那么另类的珍珠奶茶 所以你以后不要再喝珍珠奶茶 就喝这个 你拿珍珠奶茶 吸管来喝这个 那最后加水 两杯半的 两杯 是蒸流水吗 下去 这是水 蒸流水 对 水 水要这样算是要有几cc 他说六百五十 六百五十cc 大概这样就过了 那如果 因为这个比较容易 我们现在等一下 要能够试的话 我们这样打放多一点点 真的要盖紧 他就很被他弄出来 很丰富 按到下 按到下 你知道吗 按到下 有按到下 按到下 其实通常这是师母放的 按的话是博士在放 所以打这个果汁 他们会增进夫妻感情 好 对 那你按好 我按好了 好 OK 对 好 启动 还没开 看了吗 嗯 开了 有了 好漂亮 变色 那这样就可以放开水了 可以放开水 博博士 现在我们这果汁打好了 这要怎么喝 就直接这样喝吗 那这个蔬果汁 因为里面有这个植物生发素 很高的植物生发素 是 那如果我们呢 如果直接在喝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呢 没有办法通知大脑 到底我们在喝什么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呢 最好呢 能用一个吸管 那么慢慢吸口 吸口了以后呢 我们还要细嚼十下 拔下到十下 要嚼喔 那还要嚼喔 所以这是要嚼的果汁喔 是吧 已经没有渣了 没有什么了 什么都全部都在里面了 可是我们还要咬 拔下到十下 让这个口水里面的 有一个传递 传递的戒美 通知大脑 你在吃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大脑 立刻会通知胃啊 肝啊 这个胰脏啊 所关 相关的器官 来吸收这个营养 所以我来了 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大脑 我现在喝的是 消除脂肪肝的果汁 请赶快吸收 对 你这样吸收 吸收反流更快 所以你一定要吸一口 还要咬死一下 还不能大口喝呢 然后脚的动作要大一点 对 因为脚呢 我们也等于是慢慢喝嘛 不会咕嚕咕嚕一下就喝掉 那这个也是六 一天六杯嘛 一天六杯就能够 帮助改善你的脂肪肝的症状 说实在话 这个里面的颜色很漂亮 然后味道很多元 我不能说好喝 对 而是味道很多元 然后为什么我觉得不是好喝呢 因为它没有板塔 我们已经被训练的说 应该要喝甜的果汁 其实这个才是健康 对 其实你觉得它没有甜吗 我觉得有啊 有甜菜跟着那个味道 有甜菜跟着那个味道 对 有些甜啊 这个甜是天然的甜 少甜是好的 对 没错 那么酸呢 它就被这样酸的 现在进了身体上面 变成碱性 那如果我们用了水果呢 太甜的水果的时候呢 那么太甜的水果 进了身体是酸性 因为它有果糖 也会造成脂肪肝 会造成很多的脂肪肌 喝真的 喝真的有喝到那个姜黄的味道 有啊 而且有米的味道 那如果是有提供一个处方 吴医师 把我们消除脂肪肝 我看每一个人都需要 我们来看一下 进化协议的蔬果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喝的这个 也可以用吗 还是要加些什么东西 就是这一个 一天六到七杯 那每天的五晚餐 都要吃一大盘种类多的 生菜沙拉跟五谷豆米饭 那别忘了喔 运动 喝水 按摩 排便 缺一不可 好 我们先来谈第二点 又跑出一个五谷豆米饭 听起来好像很好吃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五谷豆米饭 就是将五谷米 各种的米 然后加这个少微发芽的豆 OK 黄豆是不是 这里你可以用黄豆 或者绿豆 或者什么 那如果对干的 那当然是绿豆会比较好 就是以金墨水佛土的颜色 干是属青色的嘛 所以这个绿豆会比较好一点 那如果你是肺的 他千万不要用绿豆 就会出出病来 那么然后加起姜 然后加起黄姜粉 这类的东西 和这个少回香粉 要回香粉 那么这样混合起来 煮成了这个五谷豆米饭 那很足够的营养 能够帮助你睡眠得很好 很多的人因为有脂肪肝 那么情绪比较暴躁 比较不好 睡眠不好 那么这个会帮助你睡眠好 好 那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其实五谷饭里面 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 就是发芽豆类三分之二杯 另外五谷米三分之一杯 带比老姜 而且是越多越好 姜黄粉一小匙 肉桂二分之一小匙 适量的火性 就是蒸六水的部分 这是吴博士的五谷豆米饭 是这样做出来的 那我们一天就是喝果汁 刚炸的那个很好喝的果汁 还有五谷豆米饭 那都没有吃肉 没有 没有煮 我们只是完全水煮的 那么还有中午餐和晚餐 我们要吃一大碟的生的这个沙拉 沙拉 沙拉 全生的 要这个彩色 就是色素要越多也好 是越多种类 我们在看吴博士的书 除了这个蔬果汁 还有这个五谷米饭以外 他还有推荐我们吃这个卵磷脂 就是保护肝脏的这个尖兵 对不对 没有说肝脏的保护神就是卵磷脂 卵磷脂中的胆碱 对脂肪有轻和力 若体内胆碱不足 会影响脂肪的代谢 造成脂肪在肝累积形成脂肪肝 卵磷脂不但可预防脂肪肝 还能够促进肝细胞再生 同时磷脂可降低血清胆固醇的含量 防止肝硬化 并有助于肝功能的恢复 那卵磷脂看来是好东西 吴博士帮我们补充一下 我们每天要再补充多少卵磷脂够呢 对 卵磷脂通常 在一个正常的人上面 我们一天要六茶匙 那么每次两茶匙一天三次 可以加上你蔬果汁两茶匙 加在你的中午的沙拉 两茶匙 加在你的五谷豆米饭上面两茶匙 那如果有脂肪肝的呢 那就会每次三茶匙 一天九茶匙 那我们直接去补充黄豆行不行 那倒不留 黄豆呢 当然我们可以吃补充黄豆 可是这个软磷脂 要一百磅的黄豆 才能抽出一磅的这个软磷脂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吃太多的豆 如果吃太多的豆 我们的豆太多了 那反而会很多降低 要吃九十七 那这个软磷脂加上去 有没有说什么样的 可能有疾病的人不能 其实好像不能吃太多软磷脂 对不对 那这个倒没有 这个软磷脂 它有些人好像我说你不能吃黄豆 可是并不代表你不能吃软磷脂 因为软磷脂是黄豆里面抽出来一样东西 可是有些人不能吃黄豆 可是可以吃软磷脂 那这个软磷脂它不只是这个饱肝 最要紧是它能够将这个脂肪肝 好像肥皂这样变成泡沫 变成泡沫 泡沫掉 那么这个软磷脂还是补脑的良药 那么所以这个软磷脂 每一个细胞都需要的东西 好 所以他就说是 不只是肝脏 我的意思是像我是有脂肪肝的 我说以前重度 现在重度现在是轻度 那我可以 我如果没有那么多功夫 打这么多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把软磷脂 撒在我的要吃的东西上面 也可以 撒在三茶匙 在你的蔬果汁三茶匙 这样也可以 就是我单吃软磷脂也可以 你还告诉我们 四五六的处方是什么 好 我看到呢 这个是要留住我们骨骼 杏仁奶豆浆果仁会比牛奶好 就是这些坚果类可能会比牛奶好 用自己牛奶的一些 我们跟大家讨论过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个是什么 好 注意一下 就一天要三次排便 降低我们的胆固醇 对 没错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一天一定要 嗯嗯三次 那胆固醇 是我们被人体摄取的脂肪 然后胃肺分解成为养分 然后囤積在我们体内的脂肪 所以呢 如果他很快就变成我们胆固醇 跟脂肪的废物 然后就算你一点的脂肪 和油都不能吃 肝脏每天也会自己制造脂肪 一千到一千五百毫克的胆固醇 然后他来 因为什么 他制造这些胆固醇 来供应身体的需求 但是如果身体胆固醇过多了 就会导致健康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降低胆固醇的方式是 一 保持一天三到四次的排便 那我有六次 我觉得还不错 二 每年做肝胆排食法 那你那六次是拉肚子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你怎么可能排到六次 因为我就说我的肉吃的比较少 我跟吴医师一样 其实我糙米 比如说这个蔬果汁 代史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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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医师高纤维就会帮助来变 就喝你这果汁 在家吃那个 这么高纤维的 五股豆 对 看可能真的会大散 对 因为它的这个高纤维 它会揉动这个大肠的轮轮 到我们的那个大肠揉动 是 是 是 那么常常我们这样的保持有 起码要有四次 因为我们的大肠有四个弯 有上节肠 横节肠 下节肠和直肠 四个弯 每一个弯都要有一次大便 所以最少要有四次大便 如果我们天天保持四次大便 这个得肠癌的机会是真的很少 今天吴老师教了我们他的养生的五大招 那事实上这五大招 我们在健康同学会里面也经常讲到 第一个就是多喝水 那水到底要喝到多少才是对的呢 你可以用排尿量来决定 就是每一天排尿量 我们希望是在2000cc左右 因为事实上你的这个喝水的多寡 跟排尿量会有正比的关系 如果说你流汗流得多 尿不出来也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流汗多 水喝少的时候 就容易肾结石 而且身体的毒素需要从肾脏排出来 所以我们一般是希望用排尿量2000cc 来决定喝水量 所以但是你水也不能喝太多 如果你一天小便超过3000cc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再加自我检测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教过大家 就是一天的排尿量维持在2000cc 好 经过数分钟之后呢 这个吴博士的这个逼干 蔬果汁已经打好了 宝剑蔬果汁 跟刚刚那个逼起来 就多了那个木树芽的味道 你喝得出来 我喝不太出来 原香味道没那么重 姚耀哥 你这样喝的是不对 那个 我没有嚼 好 大家在养生的同时呢 告诉大家 吴博士有出三本书 这三本书呢 听说在麻人圈 销售百万册 实在是 太厉害了 我们大家都人所一本啊 所以当然有百万吃啊 对 对 我们在座就这么多本 对啊 这里面呢 还有好多方法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 对 真的 都是这个自然养生法 对不对 你听说你马上 你也有买一本 之前呢 对啊 所以我今天的收获 我今天的收获是最多的 对 因为我又是B肝带远 我又是脂肪肝 对 都是你 对啊 刚刚这两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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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